大家好测机 2014年7月1号 一位一本日元因为被爆拿用公款 而在记者会上通哭流涕 这一爆哭不只让他成为日本人耻笑的对象 还成为爆红全球的迷因被彻底玩坏 虽然当初有不少人质疑 他只是想要用哭来博同情求原谅 但大家事后才发现 原来他这一哭的背后 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966年7月29号 爷爷春龙太郎在大阪府大阪市出生 作为四兄弟姐妹的老妖 妈妈从小的特别宠爱的爷爷春 还把儿子当成是少爷来养 在亲戚朋友面前 他会毫不掩饰的跨爷爷春可爱 学校的圣诞派对 同学们都随便穿一穿 唯独爷爷春妈妈会给儿子穿西装 再数个三七分 爷爷春在学校少有不顺 妈妈就会跑到学校里 替儿子出头 是出了名的怪兽家长 妈妈 班主任安排我做床便 什么 我要去学校找你班主任 你是怎么当老师的 床便冬天冷夏天晒 我宝贝儿子生病了 你要怎么负责 长大后的爷爷春成绩很不错 初中开始他就几乎书不离手 无时无刻都在读书 就连去毕业旅行也会带上参考书复习 不过可能是受到妈妈的影响 爷爷春做事非常自我忠心 遇到点什么不喜欢的就会马上暴走 爷爷春该去上美术课了 啊 煩死了 没看见我在练书吗 啊 因为爷爷春总是动不动就发作暴走 同学们就给他改了个外号叫发作人 虽然后来考进了名校北野高校 但本来就不擅长与人沟通的他 还开始春心动 不断以跟踪狂的方式 向同社团的不同女生表白 结果搞得有些女生受不了 要卑鄙退色 爷爷春大一到学长加喝酒 人家给他加冰的时候 他又无缘无故的突然尖叫爆哭 这是爷爷春大学刚毕业时拍的照片 你没眼花我也没有搞错 刚大学毕业 爷爷春的法量就真的只剩这么点了 大家后来这记者会上看到的是戴了假发的爷爷春 只能说发型这东西真的挺重要的 那在关西大学的法学部毕业之后 爷爷春就进了试医所工作 不过他仍然不剪那动不动就发作的性格 不好意思请问 怎么要是我的错 不过这试医所算是有人情味的了 从92到07年忍了爷爷春整整15年才把他辞退 毕竟后来他到了某学校当行政人员 没想到上半第一天他又发作爆哭 结果两秒不到就被校长给炒了鱿鱼 了解完这些经历之后 大家对爷爷春那著名的痛哭画面 应该也不会感到意外了吧 那根本就是他的日常罢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像爷爷春这样的奇葩 当初究竟是怎样当选成为议员的呢 话说爷爷春被校长炒犹豫后 参加了一些自我潜能启发的课程 然后就突然觉得自己是快做政治的料 于是他就挑了冰窟县一个叫太子丁的小地方选丁长 简单理解就是介于村长和市长之间的职位 本来想的地方小竞争不大应该轻轻松松了吧 结果爷爷春只拿到485票 得票率不到4% 不过这一次的出败没有 交灭爷爷春成为政治家的野性 他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屡账 2008年选司公司市长 失败 得票率5.17% 2009年出张冰窟县一员补选 失败 得票率29.28% 2010年再次进逐司公司市长 失败 得票率21.45% 为什么昨天不送 宣似战失败 但爷爷春的妈妈鼓励他的宝贝儿子不要放弃 还给爷爷春想了个触奇制胜的方法 当时日本有个新兴政党叫大阪维新会 创党人见时任大阪府知事乔沙策 又是爷爷春的高中学弟 于是爷爷春就在竞选的时候攀关系 还在未尽授权下搞了个西宫维新会 让选民以为爷爷春跟大阪维新会是有关联的 不得不说这招碎被闭但有用 2011年兵库县议会议员选举 当时44岁的爷爷春就拿到11291票 以8.12%的得票率成功当选议员 兵库县从此不得安宁 当选后爷爷春继续他的触格言行 而且一次比一次哑拜 身为重度骂宝的他 不只在竞选的时候带上妈妈上借头演讲 就连当选后妈妈也会跟着宝贝儿子出席各种会议 至于他在议会的表现也很怪异 开会的时候总是不管实现自顾自的喋喋不休 而且经常离题要被议长强制中止发言 比如有一次他就在县议会上公开征婚 说要身体力行支持政府的相亲活动 47岁还是恋爱零经验的他对另一半也很有要求 包括年龄要介乎23到33 喜欢小孩子和坐驾室 能够全力支持他的议员事业又要懂得撒娇 会省钱爱运动并且优雅大方的美女 讲这么久终于说到野野村成名的那件事了 2014年6月30号有媒体揭发野野村疑似能用公款 比如在2013年的财政年度 野野村单日往返的出差天数就达到195天 等于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出差 可是他大部分去的都是温泉旅馆 既没有申报出差目的和访问对象 也没有按规定付上菜旅费的收据 从当选到出事前的三年间 野野村就以这种虚报出差的方式 非法能用公款超过1000万日元 为了回应事件 野野村在东窗事发后的隔天开自走会 于是就有了大家熟悉的名场面了 一个地方小议员贪污本来没多少人会关心 但野野村这一酷反而让他一夜爆红 日本国内称他为豪酷议员 国外很多媒体都有报道 网民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米印素材了 虽然在记者会上哭得那么惨 但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事后警察以诈欺 伪造和刑事虚假文书起诉野野村 2016年他被裁定罪名成立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四年 因为法院内不能拍照和录影 日本媒体通常会用话来描述庭内的情况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野野村是光头的 从那之后野野村就没再公开露面 据媒体报道他几乎就宅在家里 靠着妈妈的退休镜过着啃老生活 有记者曾经在街上偶遇报的紧紧的野野村 但是当记者一大话他又马上暴走 就连赶到的警察也被吓到了 救命啊 直到今年三月 野野村突然在一个叫福瓦奇的平台做起了直播 说自己都56了 不好找对象 最近喜欢看鬼灭之刃 也会用摇骰子的方式决定直播的话题 不过因为没人听的关系 野野村已经没再直播了 最新消息是他不满退特可能要开始收费 于是法文跟马斯克抱怨了 收费的话我就解约 好了 我是超级 我们下次见 BYE